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于第二题习题的翻译 那这个翻译这一题呢 我们希望各位可以把翻译的程式本来是怎么样呢 本来是先回去 本来我们的英翻中系统 你必须要把字都分开 但是这对英文有用 可是对中文会很怪 我们做中翻译系统的时候 我们做中翻译系统的时候 我们之前是要一只 然后空格狗 然后空格追 再空格一只 再空格猫 可是这等于是你自己用人脑帮他做段词 那一般人打字的时候不会这样打 他会一只狗追一只猫就这样打下去 所以如果你用上次的那个程式呢 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办法知道 什么样子叫做一个词 那要知道什么叫做一个词呢 必须要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就是 我们中文的词位通常是在四个字以下 乘语通常也是四个字而已 那词位很少超过四个字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四个字 三个字两个字一个字 这样一直查下来 一旦查到就知道说 OK 这里是一个词 那我就把它翻过去 那以这一个例子 node c to e.js 一只狗追一只猫的话 那它会找到的是 一只找到一个词叫耳 狗找到一个词叫 dog 追找到一个词叫 chat 那一只又找到一个词是耳 猫找到一个词是 cat OK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程式 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我需要把编码设定一下 那这个程式我们一样 先建立一个空阵列 然后我开始做 对字串中每一个位置 我都做扫描 所以我从零开始扫 一直扫到哪里呢 这个有点小 加大一点 我从零开始扫 一直扫到整个字 算长度那么多 然后结束 那我每次跳一格 每次跳一格 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回圈 这个第二回圈的功能是 我从四个字的词开始检查 然后一直到 检查到一个字的词为止 所以我是用大于零 不是用大于等于零 就代表说最后到零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 那每次减一 那为什么用减而不是加呢 因为越长的优先找到 所以应该从长的找回来 所以用减一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用了一个函数 我每次呢 从D 目前扫到的那一个I的位置开始 我 取LEN 这么多字 那一开始就是四个字 那查四个字的词 如果查到了 如果查到了的话呢 这里就会查出来的这个DICSTR 就不会是 undified 那如果没查到的话呢 它就会是undified 所以我们现在是 下面这里有一个词 刚刚有同学问到 它感觉好像看不太懂 再解释一下 如果今天有查到的话 那这个toward 会是一个字串形态的东西 一个字串形态 比如说像查到cat 那它是一个字串形态的东西 那type of 这个cat 这个变数呢 它就会是Stream Stream的话 它就不会等于undified 所以 它既然不等于undified的话 那这条就成立了 这条成立的话 它就会 执行这个array.push 图2 所以它就会把 像cat这样的东西 推进去 OK 一开始是r 它就会 一只马 一只马 它就会把r 这种东西推进去 所以它就会出现r 在第一个字 那 dog 在第二个字 这样子做 如果 原则上 你如果执行我们的例子 大致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把这个c to e 我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我 我把它 执行一下 这边有c to e.js 已经在这里了 好 那我执行它 然后 这边的例子 一只狗追一只猫 好 直接 复制 它就a dog chess a cat 这样没有问题 可是 这种做法 会有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我今天如果改一下程式 你就会发现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是怎么样 我如果把字典改了 我如果把字典改了 我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字典改了 我加上一个字 好 这个字字呢 它被翻译成什么 随便我就翻译成叉叉 那你就会发现奇怪的事情会出现 我现在把这个字加上去 翻成XX XXDog Chess XX Cat 不應該是這樣啦 因為我看到的一隻之後應該翻成A 那後面的狗應該翻成Dog 這XX從哪來 原因是我們在做這個程式的時候 它是每一個字檢查 而且檢查完之後它是XX 所以當它查到一隻完之後 它翻譯成A之後 它不會跳兩個 它還是跳了一個 所以它雖然查到一隻 但是它接下來是找隻 是找隻狗追1 沒找到找隻狗追 又沒找到又找隻狗 又沒找到又找隻 隻找到了 隻就是XX 所以它就出現XX了 所以這個程式有點小問題 它的小問題就是 它每個字都會找 而不是你找到兩字詞的時候 它就跳過兩字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要 讓這個程式有一個改良 讓它可以 當它找到的是四字詞 它會跳過四字 找到三字詞 它會跳過三字 那這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有一個新版 那這個新版原則上 我們已經放在 放在那個 這裡 我把它拉進來一下 C2E2 這個新版 它怎麼做 稍微看一下 怎麼做 這個新版 它 要注意的一點是 它一樣這樣掃 可是它最後的這個I++ 沒寫 所以它做完它不會加1 為什麼要讓它不加1呢 我們一樣從四字開始找 找的方法也幾乎都一樣 可是我每次做完之後 我加的不是1 而是加那個字詞的長度 原則上是加字詞的長度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要再加一個取大值 Mass.Mass就是像我們之前寫的那個取大值的函數 系統裡面其實就有 在Mass這個物件裡面就有這個函數 那我們取1跟Lan之間的大值 為什麼呢 因為怕Lan會是0 如果Lan是0的話 它就一直在這邊0卡住就當機了 所以你要預防這件事情 因為Lan如果永遠都找不到 它最後會變成0 變成0出來的時候 你不能讓它當機 所以去取 至少要1 好 那這個結果呢 我們執行一次 執行一次 一樣一隻狗追一隻貓 只是我們用C2E2 好 這時候是沒問題的 那可是呢 剛剛我們不是加了XX嗎 我們剛剛不是在這個加了XX嗎 加了XX之後 如果這個程式會不會出問題呢 我們就得再測試一次 好 我們測試這個 剛剛那個 第一版的程式加了XX就出了問題 這一版的程式我們加XX 它還是有DocChesterCat 沒有像第一版的程式一樣 會出現有XXDocChesterXXCat OK 那這樣子的翻譯應該是比較合理 所以這個第二版才會做這個修正 但是第一版比較容易 第二版比較正確 那這就是我們上禮拜習提的解答 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可能有些人對這個TypeOf不清楚 記得他會把這個變數的形態變成一個自算傳回來 OK 好 好